历史世界频道 欧洲议会 英语 European Parliament 是欧洲联盟事实上的两院制立法机关之下议院 唯一的一个直选议会机构 与欧盟理事会同为欧盟的主要立法决策机构 与一般意义上的议会相比 欧洲议会创设之初拥有的职能少了很多 他会考察欧盟成员国的人权状况 监狱虐待与酷刑事件等 并会讨论人权问题和派遣人权观察职委会 如对被揭露的警署或监狱虐待和酷刑事件进行调查 或者提醒一个国家和公众舆论 对种族主义或排外思潮提高警惕 在超国家的欧洲联盟中 欧洲议会的特别之处在于 自从1979年以来 它是唯一由欧盟成员国人民直选产生的议会立法机构 因为欧盟官僚被止步民主的批评 欧盟在签订的各个条约中 一步步地增加了欧洲议会的权利 李斯本条约通过后 在很多的政策领域上 欧洲议会要和欧盟理事会经由共同决定的程序立法 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是平等的立法机构 欧盟三分之二的法律法规 由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共同制定 虽然欧盟的两个行政机关欧盟执委会和欧盟高峰会军 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条约 却规定欧洲议会每月必须在法国史特拉斯堡召开一次会议 史特拉斯堡虽然是欧洲议会总部 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立法准备工作和议会各执委会会议都在布鲁塞尔举行 议会每月只在史特拉斯堡开四天会 举行全体会议和最终的投票工作其他所有会议都在布鲁塞尔举行 虽然欧洲议会多次表示希望自行决定开会地点 之后的多个欧盟条约都规定 欧洲议会的开会地点需由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定夺 但一般在史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举行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一起讨论历史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